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于整个行情 我只有一句话要讲 叫做超乎预期 那你说超乎预期 你真的一定赚得到钱吗 投资朋友 我想那道未必 真的 那道未必 今天涨这200多点 而且今天我也在盘中告诉我的会员 如果你加计除息点数之后 不是只有今天 上个星期就已经变成实质的正价差了 但是很多人 搞不清楚状况 还在一路放空 没有错 涨多了总要拉回 但是我请问你 当大水资金漫贯的时候 你为何不顺势而为 对不对 你少赚跟人家的差距就变大很多 甚至如果你放空的话呢 投资朋友 我想我们不是要吐槽别人 真的 我没有必要吐槽别人 我们回到这个电脑的画面 我没有必要吐槽别人 不好意思 不是这个画面 不好意思 这个画面才对 是这个 这个才对 对 我没有必要吐槽别人 对不对 你去看看 今天收盘 12065 对不对 那些一路放空上来的 他们输了多少钱 我想懒得多讲这些 反正那是他们自己 自己造的念 自己犯的错 希望他们自己承担 好不好 那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我说真的 太有趣了 我今天开盘我有会员打给我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我大概 其实我很少在看试戳 因为觉得试戳 涨停又怎么样 一堆试戳都骗人的 一大堆股票试戳 不是骗人的是什么 就要骗你进场而已嘛 今天我说会员跟我讲 大概8点45 8点50分打给我 快点快点 你快看 投资朋友 你知道这些股票 投资朋友 今天试戳掌停板 光阳科 今天试戳掌停板 圆钢 我没有乱讲啊 对不对 还有一档试戳掌停板 是我上个礼拜 教会员买的 叫做日阳 如果你今天有看试戳 你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一堆啊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看了一下 翔索好像也试戳掌停板 一堆 好不好 一堆都试戳掌停板 但是我们拿跟我们最有关系的 不管是 圆钢 不管是光阳科 上礼拜才跟大家讲的日阳 对不对 你说我怎么跟你讲日阳 有哦 投资朋友 我有跟你讲哦 对不对 你认真去Google 照片都在那里了 只是很可惜 今天它只有打开一下下下 为什么 因为现在说真的 大家都很想探听 我到底在做什么股票 对不对 你能联想得到 投资朋友 你能联想得到吗 对不对 给你看 台达电 你想得到这种事情吗 我记得我叫台达电的时候 还有会员跟我说 老师这股市不会去 你怎么叫郁金光 当我叫郁金光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老师这股票太贵 我也不想买 那请问你要什么 一定要像群创这种股票 你才会爽就对了 我没有办法 那OK的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达电 我跟你讲的嘛 对不对 我看不变 应该从这边开始看 6月3日 其实我们 比6月3日更早 就建议大家买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专人通知的 对不对 140 139块 那时候就进场了 6月3日是来到 148到149 然后呢 6月12日 来到155元以下 仍然是好买点 然后呢 老师要除息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 才要除息 会员问我说 那要不要让他除息 我说 OK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想缴税金的 你就除息嘛 对不对 那如果税金要缴很多 你自己去看着办 因为我告诉你 投资朋友 重点就在这句话 投资朋友 不好意思 这个 我们后面就不念了 对不对 我认为除息之后 股价应该上看 对不对 看什么小朋友 对不对 上看什么东西啊 投资朋友 我都没有骗你啊 请你看一下 我真的很骄傲 这档股票 它叫台达店 它不是什么光阳科 它不是什么日阳 它更不是 我们之前讲过的 3131的红硕 你说为什么 你有讲红硕不好 不是啊 红硕股本2.9亿 3680的加登股本7.4亿 这种股本很小 对不对 6531最近最标的标股 会跟他讲过的A股 股本7.3亿 请你看清楚 台达店的股本 是259亿 从139 140 到今天176 你还要记得 把5块钱的全息加回来 好不好 180 今天最高多少 180.5 我刚刚讲的 我的心目中目标在哪里 我刚不小心没有涂掉 那就算了 好不好 没有涂掉就算了 我为什么看到台达店 其实我 花了很多时间 在我的节目 在明娟姐的股市现场 在小玉的 对不对 在小玉的这个 股市周报 我都讲过了 我记得 在股市周报什么跟你讲 那个时候刚好台达店 跟大力光啊 我记得是同一天股东会吧 对不对 好像是同一天股东会 投资朋友 6月10日嘛 投资朋友 同一天股东会 结果林仁平告诉你 对不对 他没有找大学光 所以他的眼镜看不清楚 他没有找大学光 眼镜看不清楚 林仁平这样跟你讲的 对不对 我没有乱讲嘛 6月10日在这里啊 你这 对不对 然后台达店股东会 他告诉你 我们看得非常的好 我因为他这一句话 投资朋友 他一拉回 我马上叫会员去加码 对不对 他一拉回 我马上叫会员去买 115块 155 事实上先前已经充到 160几块过了 对不对 这我不多花什么时间讲 我们来讲 我跟你讲的东西 好 为什么要买台达店 你知道吗 台达店的主要在做什么 对不对 来 他主要在做能源基础设施啊 对不对 电源零组件50% 另外就自动化IA 不是AI 对不对 那我说未来呢 有一种东西叫 以前叫加油站 刚开始设立的时候 你做加油站的人 你就大发离世了 未来有个东西 叫充电站 或许啊 我这样跟大家讲 在台湾 你可能没有需要那么多充电站 可是在中国大陆 事实上现在很多充电站 没有错 对不对 德国也很多 可是呢 很多已经 还不足以 让大家都买电动车 一定要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德国希望设 7千 7万座充电站 台湾也希望设什么 设多少 几千座我想这个之前 资料我跟大家讲了 我不多讲了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过 以前 刚刚有加油站的时候 你有加油站的人 你就发财了 那未来是不是有充电站 你就发财了呢 那充电站要做哪些东西 我简单跟大家讲 叫做能源基础设施 这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 这不是最近的新闻 这是今年年初的事情 台大店跑去跟全球最大 传统系统供应商 叫做 英国的吉凯恩汽车 去开发新一代三合一 e-drive 电力驱动系统 什么叫e-drive 电动的啊 对不对 泳池马达那一类的嘛 投资朋友 人们现在在做这个啊 你都不认真去看啊 你只想要每天 电动概念股 对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这个 减速齿轮箱 我也知道 不是你知道而已 我也知道电池限速有冒连 我知道 我也蠻看好3526的反甲 这个我没有话讲 对不对 但是我说真的 如果你要怎么样 集中火力 有一档股票 它要做核心 我请问你一台电脑里面最 最贵是什么 键盘吗 不可能嘛 快医师那键盘 客家怎么会涨 哇这个那个剪刀角 对不对 剪刀角2387那么会涨 但是我告诉你一台电脑里面 最贵的不是键盘 也不是萤幕 对不对 是什么 核心 是CPU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 假设这个东西 这东西目前是没有东西的 你怎么被它开发出来怎么办 我告诉你台达电 可能不是这样的价格 对不对 后面多个零都有可能啊 当然我说真的 那是未来的 长远目标 我们不多讲这个 好不好 这我也跟你说 反正你也要买啊 对不对 双向电动车充电系统 对不对 本身就是要怎么样 储能装置嘛 我讲过 有一档股票有储能装置 这我在节目跟大家讲过 我没有叫会员买 他叫广定 对我讲了嘛 64411啊 这我跟你说过了嘛 对不对 他就是因为 他切入所谓的储能装置 以前做什么 那广定在做什么 马带 对不对 赌博机啊 对不对 他在做赌博机啊 这家公司啊 英文叫什么Ibase Gaming 有刚才知道吗 把他带啊 没有错吧 投资朋友 他是因为切入储能装置 股价才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告诉你 有一家公司 本身什么都是了 他不叫台达电是什么 你说华晨也很好 对 我告诉你 华晨也很好 但是呢 我说真的 我后来研究了半天 就华晨也OK的 对不对 你如果要避其功于益 台达电就好了 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哦 华晨是OK的哦 华晨啊 这些重店的 华晨中心店 还有一堂会叫什么大山 对不对 山峰点火那个大山 大山也很厉害 但是你要避其功于益 台达电就好了 对不对 台达电就好了嘛 OK的嘛 对不对 这都之前讲过 这6月11日嘛 6月10日 台达电股东会 对不对 6月10日 大力光股东会 大力光股东会 对不对 海英俊 他告诉你 第三季比第二季好 谈话摘要我不讲了 讲很多次 好不好 那再来也包括 这也是我在6月 这个应该说 这一张要怎么样 哦 这另外一回事 我说我后来都不太想给你看这个 这个K线图 每个都猜得出来啊 我上次盖了三档嘛 明基财 信邦跟什么 跟这个红硕 结果我都没进场 救人吐槽我 我都进场了怎么办 你就进场赚钱嘛 对不对 因为 盖了三档股票 结果我进场的股票叫郁金光 结果我进场的股票是什么 是原钢 结果我进场的股票 是在40元 建议会员 拨断40元以下 去加码所谓的光阳科 做的事情好像跟我盖牌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不好意思啦 紧张拍谁 所以那这个我就没盖牌了嘛 对不对 我说我就让你去猜是什么 我连K线都不给你 好不好 第一个传闻保家进场 第二个WFH 第三个叫什么 与辉达合作AI 五月份营收创新高 第五个叫什么 跟瑞奇电通一样 都是边缘运算概念 股价比瑞奇电通少了一个1以上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很看好瑞奇啊 对不对 我有三组不同的会员 买了三种不同的 三种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资安概念股 网路安全的 一档叫做6416瑞奇电通 另外一档叫做6245的利端 还有一档是什么 投资朋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就打破一下嘛 对不对 安基啊 我刚刚还被人家笑 我讲过有人说 会计师你是不是要买 617次的安基 买成6690的安基 我说不是 后来你就会知道了 投资朋友 一点都不难啊 一点都不难 好不好 真的 包括这一次的6416 投资朋友 我们刚好加往下138吧 你说那天为什么敢买 我看量缩到太夸张嘛 应该是 这一天嘛 138128 反正这几天里面 我有点忘记了 量缩得很夸张啊 在这几天里面 这一天吧 应该是6月16日 对不对 不用急的催涨停板 没有必要 不要像有些人一样 今天停损台表科 结果台表科怎么样 涨停板 对不对 前天停损 最创意 创意涨停板 你何必这么做 真正好的公司 找好的买点切入就好 那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投资朋友 我少存了一块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是什么 说笔电需求很强 面板大涨 所以今天涨什么 今天我们的群创 终于结束了半个月的整理嘛 是不是刚好半个月都涨在这里啊 对不对 那我也根据这个新闻 我去买了一档股票 好不好 笔电好的话 哪一档股票会好 有一家公司是台资厂商里面 做笔电的某一种零组件 全应该说台资厂商里面最大的 然后呢 它也接什么 它也接游戏机的订单 包括Switch 包括所谓的PS5 对不对 还有最近新接的Xbox 为什么有Xbox Xbox以前不是他在做的 但是现在人家单子呢 转到他身上去做了 我今天本来有那个土都弄好给你看 但是我没有带来 不好意思 我忘记存档 不重要 对不对 不重要不用去猜好不好 不用去猜 这一点都不重要好不好 这一点都不重要 投资朋友 当初跟你讲原缸 最便宜的边缘运算 那时候才多少钱 18元 今天 对不对 转眼之间 今天多少人去锁原缸 31.7 请你记得 对不对 请你记得 它有除息 对不对 它有除息啊 它有除息啊 不过除息说除不多啦 应该除不多啦 对不对 不在意好不好 我不在意它除多少 对不对 你看没错嘛 对不对 它的收盘价是28.95 然后今天收28.85 除了0.1元而已 那个 那个没有除多少 重点是你赚它的资本利得 不是赚它填不填息 0.1元有什么好填息的啊 我请问你 对不对 没有必要 投资朋友 对没有必要 都跟你讲过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给你看 因为 当时跟你讲的原缸 对不对 还有跟你讲的什么 投资朋友 没有 都给你看过啦 对不对 光阳科跟原缸 一张都不要出 你有没有听进去 你告诉我嘛 你有没有听进去啊 对不对 今天我有会员问我说 老师光阳科跟原缸 都出掉了怎么办 能怎么办 我请问你 对不对 能怎么办嘛 而当初我告诉你的 你看上面还有安基的 不是617 是6690 对不对 这一天的 这一天的标题叫做 放长线钓大鱼 对不对 这边 投资朋友 讲很多次 包括光阳科 我说40元以下是波段买跌 那一天 624是跌的 我没有改变 买就对了 不用今天去买掌停板 不用 你也不用礼拜五去买掌停板 都不用 都不用 投资朋友 其实这边有三天的时间 三天到四天 应该说 五个交易日 他都有40元以下可以买 但是你上车了没 对不对 你可能没上车啊 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嘛 你搞不清楚状况嘛 当初告诉你的时候 那时候27 28块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上网查一下 台积电企业责任电子报 5月份写了哪一档股票 上网查一下啊 他叫光阳科 台积厚实供应链循环经济力 活化制成废弃 为再生把财 他去跟光阳科合作 那我讲过了嘛 以前有一家公司 我怎么才做上来 对不对 66 67啊 不然是呀 因为跟台积电合作 股价涨了三倍啊 不是三倍 涨了两倍 好不好 涨两倍 那光阳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当时已经帮大家评估出来了 你不多讲了 我不讲了 好不好 我没有要多讲了 对不对 这个讲过了嘛 以前之前 掌停板之前没有人有筹码 掌停打开之后 有筹码了 你反而不敢接 对不对 你反而不敢接 那你要怪自己 好不好 你怪自己 你们爱做这么短 我不能阻止你 对不对 包括这一档股票 我礼拜五跟你讲的 我说 我们这一波台积电供应链里面 我过去做过漢唐 帆轩 红硕我都做过了 今年做什么 做瑞云做光阳科 都是在本益比很低的时候进场 我找到一档交易所本益比 才14倍的台积电供应链 叫什么 这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 你拜五十四倍啊 我没有骗你啊 对不对 那我还给大家看 我说没关系 哦 来来来 给你看过了嘛 看过了吧 来 我把 遮掉地方全部都把它清楚了 这家公司叫德阳 他是光阳科集团 他跟谁合作的 他跟日洋合资成立德阳科技 他在做什么 基台零组件捷径工程服务 跟贵金属剥除 还有什么 所谓的回收服务啊 对不对 旁边有看到这几个中文字吧 对不对 支援循环绿色经营 看到啦 好不好 我已经说真的 该给你看都给你看完 只是你有这个怎么样 你有这样的一个 你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汇根吗 没有我也没办法嘛 对不对 没有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他是跟日洋合作的 为什么跟日洋合作 这说来话长 这我就不讲了 好不好 投资朋友 对不对 不难啊 事实上在前一波光阳科掌停板的时候 在这一波的时候 我知道同业旧人 同业旧人知道光阳科跟日洋合作 我跑去拼光去拼日洋 可是他们抱不住嘛 他们抱不住啊 对不对 他们没有那么会做股票 他们只会叫每天涨停的股票 那这不是我的错吧 对不对 这绝对不是我的错 好不好 这绝对不是我的错 我只告诉你 我做的方式很简单 对不对 我找本益比低的台积电工医院 我当时切入所谓的瑞云的时候 也是14-15倍 请你看一下 现在瑞云的本益比几倍 请你看清楚 瑞云现在本益比是27倍啊 我告诉你他还会再涨 你也不相信嘛 对不对 但是我是讲真的 不是乱讲的 好不好 我讲真的不是乱讲的 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买股票 买在你不敢买的时候 投资朋友 这今天新闻啊 英国今年要淘汰华为5G设备 请问你 看到这新闻 华为概念股有没有影响 没有啦 对不对 没有 今天哈哥股还调升了3034的目标价 说来好笑 调到多少钱 调到200元 200元 我切到百多疼 不重要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还管华为不华为吗 大家都知道 华为没办法做 Ellison 对不对 Nokia 就补上去了 你那些地方 你那些ABF宅板 人家抢的跟猪头一样 结果两个月前 你听到华为禁令 华为管制令 你走到刺激了 你知道吗 一些人怕得要死 老师怎么办 老师怎么办 怎么办 投资朋友 你看 这是5月18日 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之前 你看 西文写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一堆的法人 还在调降这些PCB的目标降 我感谢他们 对不对 我感谢这些智商很低的法人们 不是我们智商高 是他们智商低 好不好 对我们智商可能只有20 他大概是2 给你看啊 投资朋友 这是5月19日 没有错嘛 对不对 37.5跟39 我把星星买回来 请你看清楚一下 星星今天多少钱 好不好 57.3 大概赚20块而已 你要买股票 要这样买法 不是今天看到 哇我们很兴奋 赶快去买星象 没有错 星象会大涨 星象我买555的 对不对 现在快1000块 他马上就要1000了 对对对 帮他拍手 这个时候我不会去加码了 我们当时建议会员 买进星星的时候 是全市场利空 利空到爆炸了 对不对 不瞒你说 好不好 这档股票当时 每个人都吓到吓死 因为 他接了很多华为订单 结果呢 他出来法说会 告诉你什么 他出来法人座谈会 告诉你什么 没差啊 根本的没差 产能就算空出来 一个月之内 人家要抢的要命 因为现在ABF缺的跟什么 一样啊 所以你去看看嘛 不管你买到的是 星星 对不对 不管你买到的是什么 蓝店 都大赚了 投资朋友 那我们买的是星星 这没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当时31块的时候 进去减便宜 对不对 到的时候31块 进去减便宜的星星嘛 对不对 那我也跟大家讲了 今天 在讲这个干嘛 没意思啊 因为他又不准 不准啊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不准归不准 人家喊 人家喊股票还是有他一定的张力在 对不对 我说真的 做一个分析师 对不对 千万就要像 侯明笑那个样子 不准是一回事啊 长远来看他不准 那是一回事 但是 人家喊的当天 对股价 撼动的程度 非常非常的大 对不对 你看看 他一次不够 再来第二次 虽然没有错 投资朋友 人家根本不理他啊 对不对 信华在理他干嘛 不在插 不好意思 不在插他啦 对不对 差一点讲得太粗俗了 不好意思 我朋友 我弟有警告过我 对不对 他说他儿子有时候看我节目 讲得太粗俗 他就问他说 爸爸这个 阿伯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麻烦 这个麻烦 小朋友 小朋友才几岁而已 你这个 有些粗俗的话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学太多 对不对 好朋友 猴老大 他今天出了一个报告 对不对 GUC是哪一家 创意嘛 我相信一定有人 礼拜上 礼拜五 就知道他要写报告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 其实GUC 我讲过了嘛 他慢慢变不错了 产业结构调整告一段落 只是说他距离世心的差距越来越大 像还好啦 好不好 现在至少有点赶上 GUC312了 他这一次看到400元 那我再跟大家讲 我们产业界听到消息 据说第三季 有三颗平头哥的AI AI晶片 交给GUC去设计嘛 那就这样子 好不好 那不重要 那当时你看到 你看 他的同事 Blendtrain 去降 这个降到1000块 把我们家的信华降到1000块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你有种来降那个嘛 你有种去降翔硕啊 对不对 翔硕也快2000了耶 投资朋友 对不对 系列快2000了 浦瑞1100了 我不过才在非凡商业周刊 写到 你知道浦瑞 他的一个产品 跟得宜的产品 是有取代性的 叫PCIE 拍PCIE吧 对不对 高速匯流牌這部分 會不會因為美中貿易戰的關係 普瑞產品去取代得宜的產品呢 你不要問我 我不能告訴你 好不好 我不跟你講 對不對 你看這都是紅名叫寫的嘛 對不對 那像這個東西 我說真的 我都還不用買就上去了 我沒有帶會員買瑞育喔 好不好 沒有帶會員買瑞育喔 這個不跟大家講 這是四星 對不對 上禮拜五才跟你講 人家四星看六百 我告訴你 中國大陸券上還看到七八百去 為什麼 因為他幫中國做CPU啊 他有辦法做CPU嘛 而且他真的有賺錢 對不對 他真的有賺錢好不好 一些沒有賺錢的公司 很多人都很敢買了 更何況有賺錢的公司呢 對不對 這麼賺錢 這個賺錢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好不好 很多東西我不多講 這點名特斯拉議員喔 對不對 瑞育啊 沒有專案 不好意思 我想 我們的節目一向是如此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沒有講技術分析 你知道MACD現在高檔低檔幹嘛 KD交叉 80 90 在哪邊幹嘛 我覺得那一點意義都沒有 對不對 你為什麼 你不去真正了解新聞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我告訴你 對不對 同業跟我抱怨了 快醫師你都 賺新聞 我不是在賺新聞而已 我今天真的要貼那個新聞 竟然沒有拿出來 就是面板價格 這個筆電需求高 面板價格上漲那個新聞 我沒有存檔 不好意思 我沒有存檔 過關不重要 我買什麼 對不對 市場早就傳遍了 我買什麼大家都知道 這次光陽柯柯跟圓鋼 對不對 誰不知道 我請問你 誰不知道啦 大家都知道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抓到趨勢 不管是AI 5G 防疫 解封 對不對 昨天我看到 F1開始比賽了 我滿感動的 F1這次在奧地利比賽 20台車裡面 沒有記錯的話 只有11台完賽 為什麼 歐洲人休息太久了 對不對 汽車就自己都故障了 所以在這些東西 我跟大家講 慢慢的人就恢復正常生活 川普也有講 對不對 你要能夠跟武漢肺炎共存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 從哪裡走出來的話 我說真的 我節目你不要看了 好不好 你看一些talk show 不是很爽嗎 或者是那一些 對不對 低檔告訴你 我們 滿所空單 高檔告訴你們 全部追多的 那我有什麼辦法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今天我們的標題叫什麼 超乎預期 對不對 這些股票漲停板 你已經來不及了 接下來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請你密切鎖定我們節目 或者 尋問我們線上的服務人員 祝大家操作順利 威嚇 我們下課 asset